一開始我們來關注的就是呢 這個陸傳翻覆兩死的這個案件 那現在喔 好 這個我們的海巡 是不是勢必一定要道歉 那傳出說公開道歉 有可能會改成書面嗎 好 因為呢 我們的海巡署跟這個陸方的家屬 代表團有將近五天的時間 就是密集的九次協商 但是沒有辦法達成共識 那麼原本呢 好 陸方是堅持要公開道歉 但現在傳出 有可能可以改成書面來致歉 好 我們來看到大陸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 她說民進黨當局沒有表達歉意 並且刻意地隱瞞撒謊誤導真相 那也痛批這個海委會的主委 管並林的處理態度是極為冷血 好 夏京海域呢 自古以來就是兩岸漁民 傳統作業漁場根本不存在 所謂的禁止限制水域 一說好 又再次重申了 那我們的國安高層呢 就說這個事情一開始就定調是海上執法事件 無關政治 至於中方呢 利用這個事情來進行所謂的灰色地帶壓迫 好 政府採取的作為呢 就是民主國家肯認的獨立司法調查 以及適當地來揭露媒體社群操作等等 讓這樣的效果可以降到最低 好 我們先往上看一下這個退役的這個 少將立正傑將軍他說 這次民進黨誤判了情勢 那這個事情剛發生的時候 國台辦中共海警局講話 非常的理性 並沒有要拉到政治的層次來處理 但是呢 好 現在看到 漸然變成了為什麼兩岸有一些緊張 就是因為我們的海巡呢 說法一變再變 好 甚至呢 也不承認 那也沒有道歉 好 我們來看到亮哥呢 他說 對方越界了 我同意 但是你把人家弄死了 把人家弄死就是先不對嘛 再怎麼樣執法有據 都是過當 越界你也沒有查到他捕撈什麼啊 那所以這樣子第一個就理虧了 因為呢 再怎麼樣被關也不可能死亡 而且還是死兩條人命 那陸邦怎麼會不生氣呢 好 他就提到啦 上一次的這個廣大新事件 我們不是也是這樣嗎 我們還派 還給人家這個派軍艦去 好 我們就要來聽一下亮哥的分析 朱鳳連事實上是在跟你講 子民道路了啦 他這個在罵你 表面上是在罵你 你就是說 你怎麼連個道歉都沒有 這個不道歉給人家一種feel啦 就是 人死為大嘛 對 人死為大你起碼要表現出一點人道主義 對 你其實不認為是同胞啦 大陸更care是你連一點同胞愛都沒有 可是你一點人道主義都沒有 這個就是 然後一天到晚在那邊講說 我們可以 我們有權執法啊 執法啊 我跟你講一個例子 當年廣大新啊 我們是不是在菲律賓水域被開槍嘛 對不對 對 然後船長死掉了 有沒有越界 有越界了 有 廣大新的漁船就是越界 然後被 被開槍嘛 開了52槍 52槍 為了要逼走廣大新那個船 他也是在驅離啊 他聲稱他打水 他這個明顯的執法過當嘛 對 就打到人嘛 對 那 結果我們這邊知道了嘛 那時候是馬英九當總統 對 你知道馬英九怎麼處理嗎 我們的船越界哦 我們派了六艘軍艦 兩架戰鬥機 直接進入菲律賓的水域 那結果那個菲律賓總統啊 出來說海巡隱匿 派羅牧師來道歉 對方越界我同意啦 可是你把人家弄死了啊 但是你要調查結果啦 我跟你講啊 你把人家弄死了 你就先不對了啦 對對對對對 你再怎麼樣執法 你就算執法 對 與法有據 但你過道 本來就是嘛 越界 你也沒有想到他捕撈什麼啊 是讓他 你根本沒有證物 他就越界 就開始被你追逐嘛 那後來把人家弄死了 這你第一個就理虧了 這你有執法權沒有錯 可是這裡就是過當嘛 因為他再怎麼被關 也不可能死亡啊 而且是死兩條人命 那道路怎麼會不生氣 你上次對廣大星不是也是這樣 你還給他拍軍艦去 好 我們看到呢 其實這個雙方呢 經過多次的協商 但是一直沒有辦法達成共識呢 或許就是這個糾結在於道歉的這件事情 那麼據傳呢 陸方已經考慮同意 原本他們堅持 就是我方一定要公開道歉 那或許可以改成書面致歉呢 好 雙方呢 昨天呢也來進行的 這個內部討論 好 各自呢 休兵一天 那麼要如何把想要表達的文字 可以更加的理想化呢 好 外界推測說 海巡主原本預計要令派官員呢 帶往的這個協商文件 可能就是這一份的書面致歉的相關的文書 好 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其實亮哥剛剛就講啦 人家只是越界而已 你沒有必要把人家給弄死 那現在呢 好 包括驗屍 驗船 用一個形式讓陸方來參與 那麼真相大概就會出來了 那接下來台灣方面呢 會用一個書面的方式 來表達一定程度的歉意 而衛府金現在傳出呢 大約是每一位罹難的漁民喔 在人民幣140萬元 大概是台幣這個600萬左右 好 那我們看到媒體人黃耀明呢 他也繼續分析說 好 雙方呢 可以先就 可以談的部分來達成共識 那麼留待給金門地檢署司法的公正調查 如果對岸覺得說 金門地檢署的調查可信 那可能可以扮演所謂的一個公道博 在最後階段呢 扮演一種仲裁的一個角色 最後才來決定 如果責任是在海巡的話 那麼道歉就是勢在必行 好 我們同時來看一下喔 這是不是也是牽涉到 包括美方的態度呢 好 媒體人這個謝寒冰他說 如果可以用這個書面制限的方式來解決 那會是一個比較完美的方向 不過他認為可能沒這麼簡單 好 為什麼我們的海巡高官呢 那一天本來一早八點是坐飛機回臺 台灣又突然飛回了金門呢 他認為這應該是美方的壓力 要他們一定要談好這件事情 因為美國不想在這個時候節外深知 也不想因為這件事情導致台海發生衝突 我們來聽一下韓明哥的分析 大陸的態勢擺得很明 朱鳳蓮講的就是 因為大陸向來是不承認我們的官方地位 所以現在民進黨 民進黨一直想要借這個機會 營造成我們是對等地位 然後是國與國之間 對 他想要營造這個東西 其實他根本不關心什麼死活啊 這些東西 他要的就是在意識形態上 在政治上是不是能夠占到便宜 那大陸當然警覺到這一點嘛 就直接告訴你 我們不是官方的談判 根本也跟你沒有什麼談判 也沒有這些東西 那他要的就是認錯道歉賠償 那其他的你們就是要跟不增下 那不要去跟我講這些東西 那兩岸之間要協商的 唯一的路就是九二共識 那你沒有九二共識 就是沒得協商 那我覺得大陸也不是今天第一次講 害你講了八年了 講到我聽了耳朵都聲繭了 那但是民進黨就是不聽嘛 就是這樣子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就 你逼著大陸把這件事情 完全政治化處理 那現在你當大陸 完全政治化處理的時候 請問一下 你現在又想要把它變成民間處理 那你覺得回得去嗎 我認為是非常困難的 那你說雙方九次協商 當然今天傳出來各種消息 我覺得我們國安會 那個消息我不知道真假 但是你們不覺得很奇怪嗎 如果我方理直氣壯 從國大陸只是把過程都沒有問題 怎麼會去談到什麼道歉不道歉的問題 根本沒什麼好道歉啊 你就把證據全部拿出來 我們全部都在正確的啊 那怎麼會去談論道道歉呢 顯然你們自己也認為自己有問題 不然幹嘛 不然幹嘛談什麼道歉不道歉 那再來 今天傳出來這個消息 因為金門 這個是金門的一個記者的獨家報導 那這個記者以前是我的同事 對 那所以 我相信他是有他的消息來源的 因為他在金門非常熟 他自己本身就是金門人 然後在那邊 一定是有消息故意放給他 要他放出來 那放出來的結果就是說 雙方現在是不是改用書面的方式 致歉不要用道歉 大家自爭俱拙嘛就是這樣 然後呢另外就是甚至已經 接觸到談賠償金額的問題 那當然如果能夠用這種方式解決 是比方便的 比較完美的一個方向 可是我認為沒有這麼簡單 朱鳳蓮第一個吊子也拉得很硬 而且大陸顯然至少他們 因為他們協商一定會回報給大陸這邊 那大陸這邊顯然並沒有得到 臺灣這邊相對善意的回應 所以他才會把這個 八千噸的海警艦都派出來 就是要讓對你形成壓力 但是我個人認為大陸這邊 形成壓力對民進黨不容易有用 誰的壓力比較有用 為什麼他們那一天 本來談了一早八點坐飛機回去 然後突然又飛回來 我認為是美國的壓力 應該是美國給他們壓力 要求他一定要去談好這個事情 因為美國不想在這個時候 節外生枝 不想因為這件事情 導致台海衝突 造成美國被多利分 因為美國現在真的沒有時間 來處理這個問題 所以我認為美國一定 給了民進黨相當程度的壓力 所以管閉靈才要趕快去看 國台辦到底要講什麼 他要怎麼回應 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選控 Food feel good Food feel good 背景中的標誌 Food feel good food feel good Food feel good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